我七月份跟姊妹去韓國 去到韓國那裡三月崇拜 在三月崇拜裡面是禁食即餐的七餐 從早上五點鐘就去崇拜 崇拜到九點 我之前未去韓國之前 我是相信耶穌但是沒有這麼深入 但是當我起到祈禱山 我感受到我的心是很深入了耶穌的愛 一些覺得都不深入 我是非常開心的 我是非常口有認趣的 在禁食第二夜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有些姊妹說 哎呀你頂不住你吃東西 但是我都堅持不吃東西 我就跟耶穌說 我相信耶穌無論發生什麼事 祂都會在我身邊保護我們 所以我堅持禁食都吃餐 成功禁食都吃餐 從拜到九點鐘 我晚上覺得真的很開心 非常是開心的 是非常滲入了神 我感受到百分之百感受到神的愛 所以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明顯之前 我抱著在韓國洗禮 突然間當牧師 誰還沒洗禮 在韓國洗禮 那我就直接 不用抱著我就要洗禮 所以我去了韓國 之後回來 我又有個意象 我的意象 我的意象是耶穌給我的意象 我上班 我上班 四時多 晚上下半夜 根本在那一刻 就合作了 合作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耶穌給了個意象 好像那個環珠格格王上來 那個景很美 然後耶穌整個月 我上去 我感受到是耶穌 那我就馬上跟耶穌說 我問耶穌 你是不是帶我去天堂看 那我就跟你去 那我後來 神就帶我上去 好像那飛機 越飛越遠 那我看來是生涯 那我又跟耶穌說 我看來有點害怕 他說我不餓 我跟他走 那我一直跟他走 是很平安的 是非常平安的 非常舒服的 回到我鄉下的地方 但是我鄉下是隔離 鄉下不是我出山的地方 就是漠山放下來的那些田 他不知道為什麼 晚上下半夜 帶我出去耶穌 看到那個地方是乾的 是白天 我是知道是耶穌 我是看不到他 那他放下我 是田中山 是有人在那裡 我就覺得很漠山 我說為什麼耶穌 你都很漠山 我就問那些人 我問那些人 我問那些地方 那些人告訴我 那些人告訴我 是甚麼地方 我就知道 他又想考 我跟我說 我知道是我們鄉下的 然後我跟耶穌說 耶穌啊 我都很漠山 我說你帶我走 耶穌就跟著帶我走 又帶我走 飛了 飛到沒有多遠 又放我下來 是那些廟來的 是那些廟來的 我看到那些盔細小的 要有個廟 那我又跟耶穌說 耶穌啊 你不要放我下來 他說我不會想 看到一些東西 為什麼 又不想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又帶我走 走到那裡 又是填中心 沒有多遠 我要跟耶穌說 耶穌啊 為什麼你這麼快 把我放我下來呢 是不是你一會兒再帶我走呢 一會兒我的靈魂 就分了我的身體 分了我的身體 那一刻 好像耶穌穿了軍裝 好像手和腳和紙迷 包裝了 我覺得真是很奇妙 那我當時 不知道怎樣 是容易晚半夜 14點幾 我成為很奇妙 我會想到焦山 這是有時 就去抢一個 終了 那一刻